说起这个《甄嬛传》当中的温太一这个角色 大家肯定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 但是性格当中又有些木讷的好男人 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 温太一的扮演者张小龙 其实是中央系纪学院研究古典礼仪的副教授 最初他是作为这个专业指导老师 被导演召进剧组的 没错 但是在这个指导过程当中 导演却接近地发现张小龙身上 似乎有温太一的影子 于是就临时把这个教授拉进了剧组 让张小龙一边指导一边演戏 从最后的播出效果来看 导演的决定还是非常正确的 追看《甄嬛传》的观众 从电视剧一开播就发现 清宫里的太监这回不喊上朝退朝 而是敢用鞭子抽打地面三次 根据《甄嬛传》里指导张小龙介绍 这看似创新的桥段 其实才是沿袭了清朝的正宫礼仪 按照专业术语来说 这叫明梢三响 清朝在大的祭祀 或者登基的活动的之前 都会有这个明梢三响 而且不是一个人明 是为了这个声音一出来安静了 然后整齐了 就有点像那个上课铃声那种 对 上课铃声包括像那个明朝的 比如说那个仙台 也拿那经堂木是一样的 安静 肃静 这个意思 甩冰动作看似简单 但真要甩出气势甩出感觉还真挺不容易的 拍摄时扮演太监的专业演员 就差点把自己的脸蛋甩开了花 因为那个鞭子长差不多能有几米 它那个鞭烧它有很大力度 如果那个鞭烧一般要抽到自己的人脸上 会抽破掉 那个很厉害 但还好它是抽到了自己的帽子 帽子抽掉了 除了甩鞭 剧组在拍摄群臣上朝的戏码时 就更是细致入微 由于这些戏份涉及的演员多 导演郑小龙首先要在场面调度上安排妥当 因为大家现在不明白我们怎么拍 看看这个画外音 它上面怎么说的 我们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大镜头 最好是能从走路的角开始 如果没有的话就单拍 一个大镜头 这些人从这两侧 听明白了 不是中间这条路 从这两侧开始排队往上走 解决了调度问题 另一个麻烦接踵而来 原来饰演大臣的群众演员不够多 排场不大又怎能凸显皇上的威严呢 第一个我说排队往上走 这些人往上走 把上面那些人都给调下来 那些文武百官们 我叫第一个 为什么呢 一队两个人 两个人一队的话 就这么走 还没走到头就没了 你把上面全掉下来 还不够呢 而到了实际拍摄中 如何安排几百名群众演员的站位 也成了一大难题 来 宝宇站整齐了 你站都站不整齐 咱们走得整齐呢 叫整齐不容易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战班列位 就上朝的时候战班列位是要一定要横竖都整齐的 如果你那个班位不整班位不齐都会受到折罚的 所以呢那个我们尽量把它拍整齐了 据张晓龙表示 在甄嬛众拍摄中 满朝文武大臣三跪九扣手的桥段是他们最费心思的 因为群众演员多 小动作也多 而这很容易造成表演动作的不规范 为此张晓龙必须时刻在现场亲身示范 反正我那天磕头怎么没得一百个以上了吧 大场面十几二十遍就差不多 但是每一遍九个头 那就是十几遍那就九十个头 一百个头就这样的 但是那个之前练还是练得不少的 因为前面排练排得多一点 它就在真正的拍摄中就整齐了一点 娱乐新天地流离综合报道